两岸头条天天有料 大家好我是奥阳 今天是2020年11月16号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2020海峡两岸汉字节 继两岸年度汉字评选启动 经经济台四地中学云端交流 探讨培养中学实践创新素养 RCEP签署 国民党批评民进党当局 让台湾变成经济边缘人 第一名牛肉面失言风波延烧 15号向苏贞昌请辞获准 下面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 据中新网报道 2020海峡两岸汉字节 继两岸年度汉字评选 15号在厦门海舱区启动 厦门市委常委 海舱台商投资区党工委书记林文生 和台湾著名书法家曹元璋 厦门台商协会会长吴嘉莹 等200多位两岸嘉宾共同见证 2020海峡两岸汉字节 秉持汉字文化搭桥 书写两岸民意宗旨 围绕展延平复四大板块 开展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 汉字文化创意大赛 金沙书院碑诗联大赛等活动 主办方称 11月24号至12月8号将开启 两岸年度汉字评选活动的网络投票 依托微信、微博、新浪、扎克、脸书等 两岸民众喜爱的网络和社交媒体发起投票互动 以全媒体手段进一步彰显海峡两岸汉字节 以海舱为中心辐射两岸的影响力 2020海峡两岸年度汉字揭晓记者会继笔会 将于12月11号在台南举行 正式揭晓今年的两岸年度汉字 以连续举办三届的海峡两岸汉字文化创意大赛 自今年7月启动赛事后 共收到两岸1500多件参赛作品 经过两岸专家的严格评审 共有141件作品入围 其中金奖一件、银奖两件、铜奖八件、优秀奖三十件 2020年金奖祭台中学生教育发展联盟年会 即第四届金奖祭台中学校长论坛15号启动 本次活动以网络连线的形式举行 以中学生实践创新素养的培养策略与途径为主题 旨在搭建金奖祭台四地教育研讨平台 通过相互交流、彼此碰撞、激发教育智慧 本次活动由河北郑定中学主办 金奖祭台十余所学校近1000人线下参与 预计将有十几万人次线上参与 活动设两个会场 即河北郑定中学会场和台北分会场 活动期间举行金奖祭台中学校长论坛 金奖祭台中学生代表主题论坛 爱在两岸请满一家 金奖祭台中学生联合文艺演出 金奖祭台云端游等内容 据悉为发挥金奖祭台协同发展联动机制 为海峡两岸搭建长期教育发展交流平台 让两岸中学生共享丰硕多元的教育资源 河北郑定中学于2017年7月发起成立 金奖祭台中学生教育发展联盟 并已成功举办了三届金奖祭台中学校长论坛 来自台湾的500余名师生先后到河北参加了交流活动 历经八年时间谈判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15号正式签署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国民党15号批评民进党当局 只想抓着美国不管亚太 让台湾变成经济边缘人 呼吁蔡英文紧急召开高层会议 针对RCEP正式成型后 对台经贸冲击进行全方位评估 提出因应指导 中国时报感叹 RCEP自贸区将覆盖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 产值与贸易额占全球三成 台湾却被摒弃于外 根据国际智库研究 台湾若未加入RCEP 到2030年时出口值将减少80亿美元 国民党表示 RCEP被称为地表上最大的区域经济整合架构 过去四年却未见民进党当局对加入该协定有任何积极努力 国民党质疑民进党只想抓住美国 蔡英文在第一任内 前期上将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或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列为施政优先项目 后期则几乎不再提起 将RCEP与CPTPP的快速进展视若无睹 反而以开放莱猪等措施希望对美经贸合作有所进展 国民党指出 对参与RCEP而言 两岸关系好坏是关键 民进党当局明知RCEP对台湾的重要性 及大陆在RCEP的影响力 却无心维系两岸的政治对话基础 以至于参与之路难上加难 国民党痛批民进党当局显然没有兴趣 或者不敢加入RCEP 才会常用仇中言语对民众进行情绪勒索 阻碍两岸人民良性互动 同时又坐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优势逐渐流失 让台湾在区域经济合作中进退围股 另据报道 针对RCEP签署 台湾工业总会秘书长蔡恋生表示 台湾传统产业如纺织、机械、石化等领域产品 外销到RCEP成员国将面临大挑战 相关台厂恐加速外移 高雄石化钢铁业者也忧心忡忡 担心企业受到严重冲击而无法生存 希望民进党当局拿出具体对策阴影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民进党当局行政主管部门发言人丁一鸣 因物质牛肉面液者使用含瘦肉精莱克多巴胺牛肉 在岛内引发轩然大波 丁一鸣15号晚称 已向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苏贞昌请辞获准 台北市长柯文哲12号亲赴台行政部门会议建言 呼吁要明白标识含莱克多巴胺美猪 丁一鸣竞称 今年台北牛肉面节的冠军店家皇家传承 使用含莱克多巴胺牛肉 该店家随后拿出检验证明 证实其牛肉中来计零检出 丁一鸣后改口道歉并订购100碗牛肉面 被眼前的网友抓包 发票上打台行政部门统一编号 一次打算报公帐 被批连道歉都要花人民纳税钱 丁一鸣无奈之下取消订单重新下单 并于当晚亲父店家吃面致歉 但引发舆论愤怒 在野党要求定一鸣请辞 苏贞昌道歉 15号 有民众分别向台内部事务主管部门 警察局检丁散布假讯息 不料却未被立案侦办 有法界人士批评 警方从去年底迄今 积极侦办假讯息案 如今丁案连传唤都不传唤 经自认定不是假讯息 难免引人非议 相关话题在岛内持续发酵 丁一鸣15号晚为失言风波 向苏贞昌请辞 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指出 丁一鸣以行政部门发言人之姿 打击县市首长 却失手伤到无辜百姓 这是苏贞昌带头的所谓 战斗内阁迟早会犯的错 把执政当成选举再打 把人民当敌人再打 人民会认清他的蛮横与专断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岛内15号新增两例静脉输入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分别是案602和案603 两人长期旅居日本及美国 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 上周累计25例确诊 超过上上周的19例 是4月底以来 单周确诊人数新高 显示国际疫情仍然不断升温 该中心发言人庄润祥表示 案602是40多岁台湾籍女性 长期定居日本 今年2月从台湾出境 11月初陆续出现 鼻色、头痛、恶心、流鼻水 及嗅味觉异常等症状 自行服药后症状缓解 未在日本就医 12日与两名家人返台探亲 入境时主动告知症状 在机场裁检后被安排至集中检疫所 15日确诊 案603是30多岁台湾籍女性 因工作长期居住美国 8月从台湾出境 11月13日与家人一同返台 入境时主动告知 搭机时出现嗅味觉异常情形 经机场裁检后 安排至集中检疫所 15日确诊 据该中心统计 上周一至15日 岛内单周已累计25例确诊 是自今年4月底以来新高 岛内目前累计确诊602例 好 以上就是本期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